好 大家晚安 我是恩恩 然后这一场本来的主持人是宇昌 那宇昌因为临时有事先回台北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会由我介绍最后的两个session 那现在的时间到6点之前的主题是 开源社群对NGO的重要性 那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首先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 会先请Sandra 她是TFT 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过 她是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交的这个组织的缩写 那会先由她来做一个 这个组织跟案例的一个经验分享 那我就不再多说时间 然后就把时间交给Sandra 好 大家好 我是在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就是NGO是可以怎么被设计 或者是科技赋能的 然后我想要做一个尝试 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时间稍微紧一点 然后或许 我现在觉得我手上东西好多 或许如果今天等一下我在讲的过程中 你有什么好奇的就可以先直接在slido上面提问了 我会同时看 那可以先直接补充的东西我就直接补充 节省一下等一下的一些QA的时间好吗 好啊 所以要是你觉得我讲话速度太快啊或什么的 你也可以在上面跟我说 我就当一个直播主 所以 等一下 好 我就这样子拿 那 我今天我主要会分三个部分讲 我会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给你们一些脉络的话 我在做案例分享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会讲这个案例介绍 那这个案例介绍它其实算是个成功案例对我们来说 那当然失败的案例的数量远比成功案例的数量还要更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也放在心上 然后到最后是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的一些学习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说 到底什么是负能 因为对我来说 负能不是 我们整个组织都学会写coding了 我们整个组织都知道怎么去架设系统了 或者是我们整个组织都知道怎么做设计了 而是说 这边的负能是 你能不能好好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 NGO当然会想用被负能 应该不管是谁 应该都会想用被负能吧 就连我自己早上起来 我自己个人 我如果可以直接知道说 我现在需要去到办公室 我可以被Google Map负能 我知道有好几条路 怎么去办公室这件事情 我也是个人被负能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 先讲一下组织好了 刚刚 大家知道我们吗 有听过我们吗 谢谢 所以我们叫做TFT 是Teach for Taiwan的缩写 然后中文是为台湾而教 是个财团法人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 我放这张照片 是想要给大家一个画面 我们是个非常年轻的组织 我们大概有50个人 这是我们在最近的一个全体员工的大合照 然后 我其实我下个月 我自己就要30岁了 然后我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算是年纪大的 所以其实对一个这么年轻的组织来说 你想要去 用一些新的工具啊 要用一些比较科技或设计的方法 我觉得相对而言大家的接受度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被设计 或者是科技赋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存在 我们是一个在推动教育均等的一个组织 那教育均等为什么需要均等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教育是不平等的 在很多的状况下我们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 是会限制他的未来 那出生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而是说我的环境是什么 如果到下一章的话 这个字真的有点小 后面的人可能看不大到 我念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是分成孩子 学校社区跟社会 这好几个不同的阶层在看 所以你可能会从一个孩子的学习成就落后 可能因为你一开始落差就大 你六年级的时候其实还一直卡在三年级 可是因为你考试的进度得一直赶 你就是一直都跟不上 或者是说你可能家庭的机能普遍就低落 甚至是一个社区比较没有互助的一些机制 大致你学校老师的愿不愿意留下来 老师的同财关系好不好 社会是怎么去定义成功的 这些其实都会限制孩子们他们以后的未来 那我们常常说其实不平等很多嘛 有性别不平等啊 有地区不平等啊什么的 但我们相信从教育切入的话 都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把那个平等的差距 慢慢的缩起来 那光是讲台湾的教育不平等 就是台湾的偏乡状况好了 其实台湾我们主要是做小学的 那我们台湾谢谢你 好 现在要开演唱会了 我其实是帮下一场的精彩的对谈做暖场的小歌手 我一直都这样定位我自己的 好 对不起刚刚离题了 我刚刚讲到哪里 哦 对 不平等 哦 对 台湾我们是做国小的 所以其实台湾大概有3000间小学 然后其中1000间 其实被教育部定为是偏乡的 然后 可以帮我到下一页吗 我们主要是因为一个叫TFT计划的一个组织 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 就这么多偏乡的小学 他们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他可能缺的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他们有缺什么东西吗 缺书吗 还是什么 我可以帮忙捐什么吗 我可以捐钱给这些学校吗 那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他们缺的不是物资 他们缺的其实是人 那这些人也不只是会教书的人 其实更是能够去带动身边的人 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招募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像比如说如果在场有人有兴趣 参加TFT计划的话 就等于是我们会招募你 然后这个人不一定要有老师的身份 或者是 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志工计划 然后你可以帮我到下一页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在职训练 两年的在职训练的感觉 所以你会受雇于学校 然后在学校住点 两年期间 然后定期寒暑假会回来 然后我们会提供培训 那培训可能是教学的培训 然后也可能是各种我们所谓领导力 就是沟通能力啊问题解决的培训 然后再更下一页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现场 然后开始去触及我刚刚提到的各种不同层级 的人去想办法 看能不能带动一些些的不一样 然后再跟下一句 然后两年之后呢 其实我们觉得他们会成为所谓的校友 那这些校友他们 有一些会留在现场去当老师 有一些他们会到其他的地方 可是通常都还是跟做教育相关的 可能是去做政策的倡议啊 可能是去做教育相关的创业啊等等 然后我们相信 就是当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推动比较系统性上面的改变 所以以上是组织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介绍 然后再下一页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有一天 就是每个孩子都有 可以属于自己发展的机会啦 然后再看下一页 顺便打个广告 我们现在正在招下一届的TFT计划的成员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看我们的网站哦 然后再下一页 好 那我是在TFT在干嘛的 我刚刚是不是没有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Sandra 我在TFT当所谓的服务设计师 服务设计师不曉得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是他简单来说 是个在设计流程跟工具 然后去做这些规划的一个角色 然后再下一页 有一点像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想要来申请TFT计划 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就如同你可能去图书馆借一本书啊 或者是你去 我不知道你去 你去办一张驾照之类的 你一定会经过各式各样的 所谓的接触点 然后再帮我去下一页 然后为了让你所谓的体验成立 你其实你需要后面的各种的运作 去让它发生 所以怎么让体验是好的 然后后面的运作不会太过的慌乱 是我的工作 然后再跟下一页 好的 那我终于要进入到案例介绍的 那刚刚有一个提问说 有没有跟科技业合作的经验分享 我觉得等一下会稍微讲到 然后TFT主要支撑组织收入 是来自100%的捐款 我们没有拿政府的计划也 有其他来源吗 应该没有我们都没有 就是全部都是捐款 有一些是企业有一些是个人 然后好 下一页 好的 所以大概在两年前 我们觉得我们要进入到 所谓的成长期 就是我们想要招更多的人进入计划 那我们以往都是招 大概每一年 每一年是30个人左右 可是我们想要扩大到60个人 所以其实是将近两倍 六七十个人 所以其实两倍以上 然后再跟下一步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挑战 有蛮多挑战 可是最明显的挑战是 那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他们 然后再来就是 那我们需要加班两倍的时间 去找到这两倍的人吗 其实大家会很紧张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 也差不多是我刚加入TFT的时候 然后帮我再续下一页 所以我等一下会稍微谈一下过程 可是我想要先分享 我们最终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最终呢 好 我们最终呢 我们做了大概就五样了 我们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有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活动种类啊 我们怎么去支持这些 来申请TFT计划的申请者的方式啊 增加了很多的内部工具 然后当然重新设计了网站 跟我们的申请系统 再下一页 稍微介绍一些这些东西 所以像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要设计新的网站 因为我们觉得反正 那个是最多人的资讯 来找我对TFT计划有兴趣 就是你现在其实如果大家翻掉 你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就是里面我们会尽量非常详细 字超级多的 好好的把这个计划给解释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它可以减少很多 我们会需要接到电话 或者是大家想要问说 这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人力 然后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看不出来的是 我们怎么营运这个网站 我们是如果你对网站的架设 是熟悉的话 我们用wordpress 然后有一些就是外挂件 然后那个时候的目标 就是要能够我们自己 可以很轻松地去更改里面的内容 所以就是想办法就架设了一个 我们可以轻易地对外公布资讯 的一个地方 所以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蛮基本的 就是一个网站 然后在下一页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重新设计 我们的申请系统 我们的申请系统 其实经过了蛮多变革的 一开始是你填了一个PDF 寄到我们的信箱 那个据说是第一代的做法 然后你蛮可以想象 要是每一个人 我们的收件数大概 现在一届会有 一千 没有到一千 会至少有六七百个 六七百份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我需要整理 六七百份的PDF 然后之后我还需要说 所以这个人的检查题写什么啊 然后拿给评审看的时候 你去做这些串解是很花费人力的 然后 所以中间我们有把它线上化 然后那个时候线上化是直接抄 Teach for India 的一个东西抄来 然后就其实发现还是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们自己 到重链 然后是有跟前端工程师 跟后端工程师合作的一个专案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新的申请系统 我自己觉得是设计的蛮好的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增加了送件率 就是申请 真的申请的人 因为我觉得 我们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让申请变得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也 同时也减少替申请者解释说 我们为什么 这个要怎么填啊 或干嘛啊的一些人力 然后再下一页 然后再来就是活动的种类啊 就是我们其实有跟蛮多申请者 去聊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可能遇到哪一些困惑 所以我们找到跟不同种类的人的一些交集点 可能有些已经想要报名了 可能有些还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设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可以让每个活动都很不一样 所以准备起来也相对变得更轻松 然后再更下一页 我现在要很快速地讲过去 然后再就是还有增加支持的方式 以前一开始就是 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来啊或干嘛的 可是我们最后变得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有类似一些 我们叫它Coffee Hour 就是我们会真的有人去星巴克坐好 然后有一些纹身啊或干嘛的 然后大家有问题就可以来问 然后我们也会公告在IG上啊或哪里说 你可以来跟我们讲话 然后他们就会来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是 那些是针对很特定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稍微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计划的说明会 它那里会有比较全观的说明 然后我们也是针对就是大家的需求 去设计不一样的活动形式 接触方式 然后里面的内容也都会稍微一点也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跟刚刚提到的也有一点相似 大家就是各取所需 然后我们也比较轻松 来继续 然后这个可能是我猜大家是 然后我想说这可能是大家相对会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是怎么把很多的事情跟系统化 或者是运用一些科技上的工具 去增加我们自己的效率的 我们用很多东西 像比如说我们电子报的话 我们就不是地群主性 我们是用一些真的有EDM的系统 去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有CRM的一些系统 然后我们其实在针对申请TFT计划 我们用的是不晓得有没有听过Airtable 它是有点像是Google Spreadsheet 可是在更聪明一点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就用它硬是架了一个CRM 然后跟我们的申请系统有一些串联 然后用它来分析说 我们现在有哪些人来申请计划 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好奇 因为他们在申请系统会填 他们对什么东西有好奇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东西去协助他们 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我们申请系统的后台 它是... 那个时候是另外写出来的 然后它可以一键生成 就是书审的时候要用的PDF 所以大家填的资料都会被整理得好好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给我们的一些 现场的资深老师啊 还是什么的 让他们帮我们看看说 这些申请者觉得适不适合参加TFT计划 等等的 然后这个其实 真的很帮助我们扩大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它减少很多人工 它也减少很多的出错率 它该怎么说呢 刚刚其实也有稍微跟另外一个 今天也在里面听说的人聊到说 就组织是不是真的 非盈利组织啊 就是不是真的都需要更系统化 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是 我们在非盈利组织 在NGO里面工作 你的资源跟时间 甚至是人力都已经够少了 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再用没有效率的事情去做事情 不然大家都会累死 你要是很快burn out的话 就更少人愿意去做这些议题了 对啊 所以 好 再下一页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的确是找到了两倍 差不多快要两倍的人 然后录取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然后我们有附和做这些事情的人力吗 就勉勉强强 大家都还在 可是现在就这几年下来 有越来越好 然后 再更下一页 然后我觉得 你直接下两页好了 一些我自己的学习是 就是任何组织 不要讲NGO好了 到底要怎么样背这些设计或科技赋能 这里也有一个人有问到 就是就我的经验 因为我们是比较年轻的组织嘛 所以听起来很容易 然后如果今天一个组织是稍微比较 没那么年轻的话 到底真的会比较有 有什么建议吗 或什么机会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是我自己心得上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让这些赋能被发生的话的必要条件 而且缺一不可 一个是你要有那个急迫感 你就是要觉得够痛苦你才会想要去说 好我们来系统化 好我们来重新设计一下 我们来改变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你组织里面要有够多人是愿意去做那个改变的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进行那个第一步嘛 然后我觉得这跟前面这两个其实跟年纪无关 可是就有一点像是在TFT里面我刚刚说我们比较没有推起来的一些转型啊或是赋能的这些案例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觉得还OK 那就没有必要要改 那也蛮好的 对啊然后再帮我到下一页 然后第三个我这边写的是有转译者 然后容我介绍一下我觉得转译者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常被忽视 转译者比较像是一个能够帮你沟通需求或者是达成什么 而不是只是说 这边也有了 可以帮我到下一页吗 所以像比如说有人会觉得我觉得现在很痛苦 工作很不顺利 然后要做的事情很杂 可是他只是觉得哪里卡卡的 可是他讲不出来他觉得哪里卡住了 可是如果你有办法讲出哪里卡住了 你有办法当那个转译者的话 事情就可能会再多前进一步 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明确的或者是其他的人懂的需求 我们一开始在跟一些工程师合作的时候 常常发现就是我们在讲的话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共享一些语言 所以就要慢慢地找到找出那我们讲什么他们可能听得懂 或者是他们会学说原来他们TFT的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指的是这个之类的 那要是有人可以去统整所有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也会让事情发展得更快 或者是没有办法决定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啊 所以有转译者的话你可以帮忙去汇整那个公式 那甚至是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就去找一个去触发事情开始的人 这个专案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 这个比较算是由下而上 由上面的人授权然后我们由下而上做的 by the way 刚刚的那个专案 然后下一页 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所谓转译者到底谁做了什么呢 就我不是唯一的转译者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可以当转译者 今天有一个是负责在招募的人 他觉得说我还是需要去听听看申请者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他去访谈 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就是去访谈了一轮 所有就是曾经可能有上或没上然后参加TFT计划的人 去看看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动机让他们来啊 他们在来的路上也有遇过什么样子的困难啊 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啊 来 再下一页 这个转译也可能是提供一个很overview的视角 让大家可以聚焦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是流程上的什么事情啊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是哪一个痛点啊 如果大家有办法 有点像是会整共事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件事情 然后再共同做出一个决定 在下一页的话 或者是就直接当一个PM 其实我觉得PM都是很伟大的转译者 就是他我们直接把所有的人从他既有的业务中抽出来 再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发现这样子要推动一件事情更敏捷一点 更快速一点 或者是在下一页的话 或者就是找工具 找人才啊 我们真的是通常我们要想说 我们想要达成一件目标 网路上哪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新创在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一定不是第一个遇到这样子问题的组织 所以我们就会上网去找 像刚刚有人在 刚刚有人有问说 AirTable 为什么那个时候CRM决定用AirTable吗 不考虑用现成的CRM产品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 创我们申请系统里面的资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 县城的CRM感觉上还需要跟他们那个CRM的公司谈合作啊 或干嘛的啊 这个会不会时辰拉得很远 可是我们如果就是用AirTable 我们的资料就一笔一笔穿进来的话 我们里面可以我们自己很快速地做调整 所以就用AirTable 然后这上面可能有一些大家认得 可能有一些大家不认得 可是这里是我们在 大家应该看不到 没有关系 供比里面都有简报 你可以去看 我们用很多就是现成的东西在做事情 那要是现成的东西做不到的话 才会决定自己来做 然后人才的话 可能就UI设计师 前端工程师 后端工程师 行销顾问等等的 我们平常也在口袋里面 放了一整个名单说 到底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去找谁 然后帮我再动下一步 对啊 然后就那其实最后就会问说 那到底有谁可以当转译者 这样子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甚至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成为转译者需要注意什么 提高转译的成功率吗 只能借由今天来学习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仅有经验来学习 或者是当我更多人在讨论说 我要怎么让这件事情 可以进行得更快的时候 一旦有交流就会有更多的学习 然后就有点像是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些案例是 我们有时候就其他的组织也会来问 你们就是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 或干嘛的 然后我们都会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们认为这是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直接被复制的啦 然后 对 那到底谁是当转译者 我觉得 我有一个预设 就是 常常大家会觉得 你要是个主管 或者是你要是个 像我这样子已经是个服务设计师 或者是一个PM才适合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认为 其实不管你是一个 有一点 觉得 为什么这个组织要这样子做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帮忙 或者是 在自己工作觉得说 我觉得好像不大对劲 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可以帮我去下一页吗 我这一写其实随便 真的不管是谁都可以 因为他其实你想到最后 他只是一个你尝试去 盘点现状 去分析出你的需求啊 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去带动其他人的这一个过程而已 那这个人 当然你要是今天是老板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推动的速度一定会比较快 那可是今天我要是不是老板的话 那我就理清一下 那我今天我需要去跟谁谈这件事情 我需要理解谁 我需要拉拢谁 去让这件事情成的话 其实 你不管是在哪一个位置都可以 然后我也觉得 一直都很喜欢GTV 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对 所以我的分享 大概就先到这个地方 然后 我看一下slide 我还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回答的 好 谢谢Sandra 先让你看一下review下slide上面的问题 然后我也同步的问一下现场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今天因为晚15分钟开始 所以整个议程也往后到6点15分 现场有没有要提问 我先搜集两到三个 然后再让Sandra一起做回应 有吗 任何的问题 想要询问 讲者 或者是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分享 交流 那我先回答我 好 这里有一个人问 喂 这里有一个人问说 如果想展开一些改变 可能会开太久了 他开店称不下去 喂 好 但老板或主管 白班不愿意 有没有方式可以说服 他们用 使用不同的技术 我认为 我 这样说好了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是有原因的 就他一定都有他的脉络 他不愿意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啦 通常不是因为他讨厌你 所以 除非他讨厌你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可是 就可能真的要去试着去理解 看看他不愿意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如果因为可能是 是因为经费吗 或者是他可能 他背后还有更多人是 可能后面有董事 因为 这基金会 后面都还是会有一些董事 是董事那边可能会不喜欢吗 还是什么的 就是当你去理解他的 不愿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才比较有可能说 好 那我们一起来想想 要怎么用 不同的技术 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大方面来讲说 怎么让 那个 可能不愿意的人 也成为你一个伙伴 的那个过程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第一步 就是你要去同理 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组织开始 使用非惯用的软体是 如何让大家熟悉并成为习惯 尤其是开源专案的 志工形态组织 嗯 哦 我一开始应该要先 跟大家坦诚了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专案 没有是 所谓开源的 真要说的话 我们一开始比较初期的 一些的工程师 的确是志工 嗯 不过我可以回答的是 使用非惯用的软体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很有意识 在做一件事情是 当我们知道 这个是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把 就是大家用这个东西的 那个时程 直接再拉个两倍 就是直接预设 你会需要去熟悉它 嗯 因为通常 我觉得啦 我觉得压力来自于 你又要我同时 把这些东西都做好 然后又要我同时 学这新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同时做到 可是 所以当一个人 要是这么觉得的话 可能就不想学了 可是要是今天跟你说 哦我们 原本是下礼拜 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想说你可能需要 习惯一下这个新工具的话 我们 把dayline往后 再拉多拉一个星期好了 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大家 反正大家一起学 然后我们有推动 其他教育的NGO交流 特别是在科技 使用的经验分享吗 其实 NGO的圈子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其实大家都会 互相交流啦 这个本来就在做了 然后其实我们最近 刚刚搬了办公室 我们现在跟 军医教育平台 还有城市基金会 就是另外两个 也是教育的 费引力组织 搬到了同一个办公室的空间 然后所以我们自己 也在尝试说 当你有 更多的人 不同的组织在一起 然后你有办法 做更多交流的话 也没有可能产生 更多重效 所以这是我们 正在尝试的路上 那当然也有 就是交流之后 发现我们的交集 真的不多 面对的挑战 真的很不一样 那就是交个朋友 先这样 然后之后可能 有机会再联络 对 我是不是还有一 只剩下一点点时间 你帮我挑一个 我们还是 我再问一下 虽然大家都就是非常的 显熟于键盘参与 但我想还是 有没有现场 有要现场提问的 有一个 还有没有 我们如果有两三个 就一起再回应 有一个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三个可以继续 那个讲者会继续看 那我们就 现场一个问题 对 你好 我想要问一下 对于转译者的角色 好像刚刚 我不确定 我们听得非常清楚 但听起来 有一点像是一个 服务设计师的角色 因为他其实有点像 厘清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 转移成一种需求 或者是一种 做一个比较统整性的规划 以及推动这个规划的前进 跟stakeholder的整合 所以听起来 好像有一点像是 一个服务设计师的角色 那你后来再提的这一个 大家都可以做转译者 或鼓励组织中的成员 都成为转译者 这个事情 是否也有一点是一种 某种程度上 design thinking 这样的思维 就希望大家 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然后可以让整个 组织运作的方式更顺利 我觉得是 因为当然我自己觉得 这个这样子做是方法 一直好像都是有成果 所以也是这样子 跟大家在做分享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可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 是专门 我们在做办公室管理的 一个妹妹 她最近在重新 她是负责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的备品 只是她工作范围之一 然后她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 我们要到底怎么样 才可以确定我们 厕所里面的卫生纸永远都够啊 就是小致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开始 大家慢慢有习惯 说先去想说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 随时确证 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卫生纸 然后再回推回去 我觉得这已经 至少在TFT 有慢慢的变成一个组织文化了 然后她也 虽然听起来好像 有一点厉害 可是她也是花了两三年 慢慢的长出来的 而且我们才50个人 不晓得这样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好 slido上面一直都有一些 有关于主管 长官 上层的这类的问题 以及好像比较是在碰到 应用程式软体新工具的程式 这些的一些痛点 这些等等的问题 不过我想刚刚其实Sandra 有大概有一个大方向上的回应 就是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 就是没有那个突破门槛的方法 是需要大家比较是重新透过 可能也许是文化上慢慢的改造 跟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本来的问题 跟本来的需求在哪里去克服 好像没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最后有没有在这一点上再做一点补充 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蛮鼓励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当面对比较上位者 可能是主管或什么 甚至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去跟政府机关 去做一些沟通的时候 跟学校 我觉得永远抱持着我是要进来跟你讨论 而不是辩论的心态 因为今天像比如说 到底要怎么说服主管决定 使用一个单一程式等等的 就是我也可以被说服 不要使用单一程式 要是他讲的合理的话 或者是说 至少让他觉得他有选择权 他说那我们这五个 我们至少先选两个好不好 就是哄他 哄他尽量的哄他们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他才会觉得 你就想象你是一个主管 你要是完全失去一个脉络 然后就突然冲出一个人跟你讲说 像比如说今天说 我觉得用slido不好 我们应该要用另外一个提问方式 然后在 如果你今天是个做决策的人 你就突然被讲说 我们今天就是要换一个方式 你一定会吓一跳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 如果用slido 你可以试一下用其他的东西 让渐进的方式去做的话 通常我的经验阻力会比较小 讲起来简单啦 讲起来简单啦 那就是真的要做的话 就是要有点耐心 然后要 就是不怕被拒绝 我通常提案 十次有九次是被拒绝的 好 那我们就非常感谢Candra 她是以设计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从设计思考 然后帮我们介绍了 TFT Teach for Taiwan 这个专案跟这个组织的内容 那紧接着就是 因为我们中间就没有休息 然后我们先掌声 谢谢Candra的分享 那 对啊 对啊 感谢观看